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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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他家人不想把这些产品继续维持在里面 不是 问题在于他没有家人 这个人很有意思 他也没有孩子 没有后代 他有断袖品 我是听说他有一个叫日本管家 还是一个什么伴侣 跟他一起待了四十年 他的晚年生活 他这个可能是管家伴侣 他晚年私生活 我不是特别了解 我认识他的时候是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 那个时候接触一下 接触了他 知道他的一些特殊的生活风格和倾向 那个时候也遇到过 其实他带着他的伴侣 一个日本人 很精致的一个日本年轻人 跟他年龄差多大 那我没仔细问 好像有一点距离 我还想解释一句 就是比如拿安思源作为一个例子 他就不能算美国贵族 美国没有贵族 美国基本上是按收入来分的 低收入阶层中产阶级 他是按产 你的拥有的动产和不动产 中产阶级上层人士 这个上层人士 他基本上还是以财产来分的 他在纽约第五大道上 就那个著名的那个房子 听说有二十多个房间 感觉是美国非常有名的这个房子 很多人都去 你去过他那吗 去过一次 去过一次 有什么观感 比较震撼 小玩儿运太多 看不过来 哎呦 就真是觉得像进了一个宝库一样 咱们可以看看几张照片 这个曹老师带来的 他跟这个安思源 因为这个 我挺想听听他的八卦 你看这是谁 还是您看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位有意思 我实际是第一次见到安思源 是在这位先生家里 他的名字叫Sandy McTaggart Sandy McTaggart和他的夫人 Cecilia McTaggart 这两位 你看他背后是一片五星红旗 什么意思 他很有意思 他是在一个 一个 跟中国有关的一个机构的成立仪式上 他们家做了一些捐赠 他作为捐赠方言 他们俩是收藏家 他是夫妻俩 Sandy呢是 这是他们收藏的 这是他们收藏的龙袍 真龙袍 真的 对 Sandy是加拿大阿伯特大学 阿伯特大学的校长 这个Cecilia呢 是纽约的金发碧眼的小美丽姑娘 Sandy在年轻就看上了 就追着她 就娶了她 他们有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 跟他们的收藏 跟安思源和我们一起到她家里都有关 有点八卦 好 给我们八卦一下 这个Cecilia呢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 结婚了一段时间之后 大概在六十年代中期 Sandy就问她 Cecilia你的生日快到了 你希望你给我一点暗示 生日礼物 你希望得到什么 Cecilia是很会撒娇 很可爱 非常可爱 绝顶聪明的一位女士 她说 我已经当够了灰姑娘 嫁给有钱人的这种女孩子 我需要有钱 但这个钱不是你给我的 是我自己的 跟我有关 放在我的名下 Sandy说 那我给你一些财产的 那不行 那是你给我的 你是有钱人 我嫁到你这 那不行 你给我想办法 你必须想到一个合适的办法 让我有钱 但不是你给我的 嘿 这女的可太难对付了 非常有意思 她用意 给她建议让她买一个 让她弄一个收藏 将来增值 这个意思 还不是 在里面还有意思 Cecilia的当时的英文 那个那个句子 说的也很简 You fix it I know you can 你来解决 处理 你来把它 你搞定 就是你要解决我自立自强的问题 对 你要解决我怎么样有钱 但是你不能给我 对 这个Sandy呢 嚼劲脑汁 当时呢 Aberta附近呢 有好多油井 石油 石油 开了一个油井 不出油 又开了一个油井 不出油 再开一个油井 不出油 就拍卖 非常廉价 Sandy就都买回来了 告诉Cecilia 买了一批油井 算你的生日礼物 不贵 你平时生日礼物 给她一点 也可能也就这个钱了 给她买个什么东西 不贵 如果出油了呢 你就是 富婆 对 不是我给你的 我给的很少 对 不出油呢 咱再想其他办法 没想到这些油井 就等着Cecilia出现 到她手里 就不住的出 不住的出 没完没了的出 嘿 你看这个 出到七十年代 Cecilia开始发愁了 我这钱这么多 怎么用啊 于是招了一批美术史家 给她出主意 其中包括安思远 哦 高居汉 英国的韦陀 哎呦 那都是大名鼎鼎的 都是大名鼎鼎的 帮她出主意 到了八十年代 这些东西就太多了 已经也放不下了 她又要想办法出 想办法了 这位女士 我服的就是 我不是灰姑娘 你别给我钱 我得 这就非常有意思 对对对 钱到手之后呢 她要收藏 她不是说 像别的任性的女孩子 我任性 我想买什么 我买什么 不 她请一帮学者藏家 和艺术商人 你给我出主意 我买到顶级的好东西 哎 这叫有头脑 有原则 有章法 对 是吧 所以英文有一句话 叫叫叫 Don Blonde 就是金发女郎 都很蠢 猜错了呢 这位金发女郎 可是绝顶聪明 八十年代 她就请了 又是一帮艺术师家 包括我也在内 去把她的东西 全部过一遍 鉴定一遍 都是精品 都是精品 董奇昌 最后一张书法 在她家 我当时看了 我说Celia这一张就 原来是油田里喷出来的 对 当时她就决定 那是九十年代初了 她就决定 给 Alberta大学 捐赠 三千六百万美金 价值的她的作品 她的收藏 这些捐给大学 这些收藏 估价 都是我们大家估的 都往地里估的 对 那要真送拍呢 就价值连成了 不得了 一见乾隆的龙袍 你这么说吧 进她家的地毯 就是咱们宫里出去的 那她跟安思远 就是通过这个关系 你是先认识他们 然后认识安思远 我在她家里 认识的安思远 我们去鉴定的 没收钱 跟她明说 都是朋友 不收钱 她说既然不收钱 我就在招待上 好好对待 好好招待你 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 中午呢 大家先酱酒 都刚到 今天晚上 我从俄罗斯 用飞机空运 来俄罗斯鱼子 一会儿飞机就到了 新鲜的 哎呀 这是比钱要哑多了 我喜欢听这种事 听着也过瘾 是吧 咱们就说说 就是就是宴席之上 跟安思远一块吃了鱼子酱 然后安思远的照片 我们可以看一下 哎 这是 这是 啊 这个是安思远年轻的时候 旁边是耶鲁大学 教中文的 王芳宇教授 王芳宇教授 对他可有恩 对 他进入中国的收藏 和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是王芳宇 安思远的名字 也是他 王芳宇 对 这是安思远的家 进门 就是纽约第五大道上 对 进门就是这个圈 这还不是那套圈 这还不是 前面中间放的是一个 日本的小篮子 后面是潘天寿的话 我必须说 无论有谁 谁对他有什么看法 他对中国 二十世纪的水墨化的推举 在海外的推举 功不可没 就这对 就这对圈也 卖了九百六十多万美元 这相当于多少人民币 我不会说 这家伙 你再看这个 其实我觉得这个卖便宜了 这个听说才卖了 一百四十万美元 就相当于一千万人民币吧 大概吧 宋代的宋代的雕塑 这个是安思远 本人特别喜欢的 放在桌上玩的 这么一个汉代的 这么一个 是铜的吧 小金 小鲁鲁铜 这个也卖出了 这个特高的价钱 你现在回逩买了 些新鲜 cortisol 这谁啊 是飼俏 zoals资本 这次我看这个拍卖圈里 在拍卖场外头 就安思远的这个 大家都有议论 有议论呢 就是说 就说这是安思远的明星效应啊 还有的说是 加世德的这种会 会怎么说呢 会卖 对吧 再有一个 加上中国藏家无知啊 豆腐啊 才造成了他这么一个 大家认为一个 有点过高的这么一个 一个卖家 有这些议论 有这些议论呢 我们就直接说到 安思远这个人 大家也很好奇 你看啊 要照他自己话所说 他就说 他说我首先是一个古董商 然后是一个收藏家 所以我也听到啊 有些这个两岸三地的 这个这个老藏家 他们好像也觉得说 安思远的这个品位 我发现他们也有争议 就是也有的人觉得 安思远的品位 也就是比较比较烂一些 就是很杂 有好的 但是也不是全部都那么好 等等 我不知道你对他是什么认识 他给自己的定位 您刚刚也说了 我首先是个古董商 其次才是藏家 有几件小东西 他是绝不出手的 他留着 但大部分东西 他还是以买卖为主 他不是为了收藏 他不是真正的藏家 他是古董商 中国的藏家 奔到纽约去买 有他的道理 藏家有个习惯 他喜欢收藏 渊源有序 传承有序的藏品 谁经过谁的手 在哪出版过 在哪出现过 哪张照片的背景 有这件作品 就说明他的传承 说明他的真假 说明他的身份 对 那么在安思远的 这个宅子里出现过 这些作品 那至少我知道 是安思远经过他的手的 有没有假的 有没有不好的 安思远卖不掉的 我觉得这肯定都有可能的 卖不掉 他也就不想卖了 我自己留着用 这种情况也有的是 很多年以前 以前每年在没有小孩的时候 也有的是时间了 那个纽约的拍卖的预展 拍卖前的预展 我们都去看 好几次就在预展的库房里 跟安思远就站在那聊天 我记得有一次 他出手了一件大作品 戴着他那个巨大的 香金翡翠戒指 叼着他那个巨大的写家烟 说新元我今年活全干完了 我可以休假了 跟我们去玩啊 我说这才哪呢 他说不光是今年 明年的活都做完了 他买了一笔大的东西 然后他带我去看 看了之后也说了一个价格 我当时就觉得 他实际是一个古董商 他是个商人 好东西 卖得出价钱的东西 他都卖了 他不会不舍 他不会不舍的 但是他同时也买 他不断的买 不断的卖 不断的买 不断的卖 他最喜欢的东西 他是会留在身边 比如他那个翡翠大戒指 就是你说这个翡翠大戒指 也挺有意思 他你说也没有后人 也没有 像照你说他同性恋 也没有老婆 对吧 没有传统意义上的 就是那么 还有人说 他们拍的这个钱都去哪了 是归谁呢 这个我还真的没了解过 就是个谜 但是这个戒指是个谜 到我看了一篇文章 说拍卖七天之后 这个戒指没出现 对 因为他曾经好像是跟一个人说过 他就拿摸着手上这个戒指 他说我死后所有的东西都会拍卖 但是呢 这个东西他说会最后一个拍卖 好像这个价值对他有有特别的意义 这个戒指 对 这个可能传的不太准确 这个也可能他跟另外一个人说过 他这个戒指 他的戒指最后的归属 他跟我说过 就在Celia和Sandy的家里那次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我坐他旁边 他就聊 突然把手伸给我看 欣元你见过这么漂亮的翡翠吗 他问我 你觉得这个翡翠怎么样 我说不错 他当时很不舒服 你见过几块这么 这么透明 这么漂亮 这么大的翡翠 你就说个不错 这是顶级的 再没有这么大的了 我永远不会离生 我到香港请金匠 给我自己设计了一个戒指 让他相待着 永远不离生 然后说着话呢 他顺手 他就说话 因为一边说话 一边比划 比划呢 那个高脚酒杯呢 他的戒指就碰上 就把酒杯给打破了 这个McTaggart家里的酒杯 我想不会太廉价 也可能不会太贵 但是呢 这就 可能水晶的 可能不是 话题就来了 Sandy就说了 没有关系 戒指留给我们就行了 打个酒杯没关系 这个收藏家的玩笑 很有意思 对 那个 安思远呢 就说 这戒指 我是到死都不离生的 我死了 戒指跟着我走 那个 Celia就说 你这戒指啊 你跟不走 你死了 我去给你送账 顺手把戒指脱下来 我带走 玩笑嘛 安思远很认真的说 你带不走 你拿不走 我知道快要死了 我就把它吞下去 啊 我 大家就 这个说到这种时候 已经不能再往下接了 喝酒 喝酒 那时候 家里的佣人 已经把酒杯换了 酒也换了 就接着喝酒 就就就就过去了 当我看到这篇文章说 拍卖七天都拍完了 全都散尽 一生的收藏 七天之内散尽 但是这个戒指没出现 有两种可能 一 生前就已经交给了 他所爱的人 他所信任的人 愿意给的人 第二 在他肚子里啊 可能在他肚子里 那么大 怎么吞得下 这么吞金自杀都有的 可能没有 吞个戒指怎么吞不下去啊 可能没有 他是突然死亡 他是摔倒死的 他可能没有 没来得及吞 你看 然后我又查了一下 网上的图 都看不清楚那个戒指 但是有一件 有一张照片 好像那个戒指 也比较晚年 不是这个 我见过的戒指 所以这个事情 还是个谜 所以暗思远 戒指之谜啊 听他讲这个故事 像读董桥的散文啊 这本身就是很有 我觉得也是风雅的事情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啊 就好像安思远是个什么人物 现在说起来感觉 你比如我听到 对他的这个赞誉啊 他是叫他明代之王 就是明朝啊 就是因为据说是 他算是比较早的 注意到中国明代的家具 然后在西方 后来很多外国人 都都整天买明代家具 对也引起 其实这东西 你不得不承认 到近些年来 中国的藏家 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宝贝 还是要拜西方的 这个这个怎么说 回流啊 还是什么 他们常常都是 到了美国 见到外国人 哎呦 这么把我们的古代家具 当回事 我们过去都当当匹 才是烧的 这才慢慢的 咱们就又 又有了这种这种风潮嘛 但是 现在就有人讲 这个安思远 这个人呢 也有一定的复杂性 比方说 有些人说 他这一生啊 就是 据说这个人啊 就是就是 也很重视钱 然后呢 就是 你说他捐赠 他很多时候是捐赠 可是后来人们发现啊 他是捐赠买卖 还是什么 就多种行为 同时进行 有的时候 这个里面你 他不是那么简单的 是不是 据你了解 说不出口的 都是真的 为民者饮 为贤者会 是咱们的一个美德 美德 所以他现在这种民生 他对民代家具的贡献 他对很多事情 尤其当代 二十世纪的 水墨的这种推举 我觉得很多事情 我一下说不出口 他毕竟刚刚离开 有功啊 有功 所以呢 其实你说的 可能都有一些成分吧 就究竟是 就像咱们对一个 做股的人是三七开 四六开 五五开 还是反三七开 这个等时间过去一段 可能更好谈一些 我想文涛刚才讲的 其实也很清楚 他第一位 他是一个商人 所以你想他这些货 他进来 他的财富是从进来 出去的过程当中获得的 他不是永久占有这些东西 那么他进来的这些途径 都是人家买卖过来的 还是他安排这些东西 从中国出来的 他参不参与这些东西的来源 来源是不是都 大家都知道的 这个里边水就太深了 这不用曹老师说 我都能了解 就是你这个 你像咱们在香港 你就会知道 很多东西都是在香港买卖的 香港这也是有传统的 那个芝加哥的 那个Art Institute 就是那美术馆 他那个东方馆没开之前 我八九年在那里 他们安排我们到下面去看 他那时候还没开 然后东西都堆在那里 有很多话有很多东西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说 他那些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档案 都会说 比方说这个东西 是1920年天津火车站 买来 两千美金 什么人买 就是每一个东西 他都是从中国 当然都是从中国出去的 但是他那个 他中间可能经手什么人捐 或者什么人买来 都一条一条都有 那么他这些拍卖的时候 他是不是也交代 他这个来龙去脉的这些过程 以让我们可以考察这些东西的真实性 或者来源流通的这些轨迹 对艺术业一史研究就大有帮助之类的 这个水太深了吧 水太深了 就是到现在还不能出这样的 比方说他全部的收藏的总目录 全部的做这些研究 是这样吧 我不说安思远 因为我自己不做收藏 也是尽可能的不收藏 以免瓜田里下的 我研究美术史吗 瓜田里下 对 你是裁判 又做运动员 是 你不能自己定规矩 自己又去竞赛 这不合适 所以呢 我可以假设我是收藏家 对 假设我是安思远 那我能把我的一切都说出来 都这么写出来吗 你觉得会损害这个东西的价值 可能还不是价值 可能这样吧 安思远他毕竟太近 而且有很多事情 他和中国的关系也太深 我觉得不便说 咱们举一个 另外一个人例子 张大千 大家都知道 张大千 张大千当年第一次到美国 他从台湾去美国 他去了台湾 到了美国之后 非常得意 那个时候呢 George Ye 叶公卓是驻美国的台湾大使 跟带着他 带他在美国上流阶层 走来走去 张大千满不客气的说 你们那个博物馆的那个 什么什么老子出关 是我画的 我的座 我的伪座 我的赝品 他就挨个博物 George Ye就说 求你了老爷子 在美国 赝品做假话 是犯罪的 你可不能再说了 从那以后 张大千不说了 美术史家 高居汉 他发现 他的学生当中 有一位女学生 是张大千的女儿 就把许多 他认为是张大千的赝品 拍了照片 做了一个影集 说趁你爸爸还健在 你让他 签个名 勾一下 哪些他承认是他的 张大千临死 都没有把这个 交还他女儿 他女儿在 高居汉去世前 都没有把这个 告诉高居汉 王继谦来了一句 我手里收藏的 凡是张大千 有一句话 我的好多东西 都从张大千 那来的 张大千收藏 应有一个习惯 凡是他认为是真的 他都盖一个 大风堂收藏 我手里 凡是有大风堂收藏 都是张大千的 佳作 那么美术界就议论了 王继谦也是 纽约的大藏家 大家议论 这话是王继谦放出来 为了证明 他手里都是好东西 还是真是张大千 这么说过 那么安思源 他作为他这样一个 明码标价的古董商 他还不是像那两位 那他会不会 也有一些 实际是烟雾弹 您的意思是 这是一个行规 还是是一个潜规则 就是说在美术品的 他这个真伪 以及流传过程当中 不能够这么打破 砂锅问到底 这个是一个潜规则 还是是一个真的 就是行规 这是两个领域 像我做的美术史 我们必须打破 砂锅问到底 到美术馆 你看到这个条子 这叫收购信息 这一定是真的 一定要有 真的假的 我们不敢说 这要考证 这是美术史的 就是学术的精神 是要有真伪的 市场的态度就不是 市场 徐老师 这个是汉代的 文韬昨天拿来的 你看有没有藏家 文韬 你说有没有证据 文韬 有没有证据 文韬马上找到一个证据 这个证据你信吗 曹勋远老师证明过 就是 你说那这 争的那个 苏东坡的那个功夫铁 对吧 你要是这种东西 你要是较真 较到在这 谁看见苏东坡写了 对吧 那可能是不是 即便是说宋代的 那是不是 为什么一定是苏东坡写的呢 你看见他写了吗 所以你这个问题 你怎么说呢 你可以 即便看见了 还我看见了 我说 那也可能我替这个人 舞吹呢 替这个人做广告呢 我拿什么证明 我看见了 我现在明白了 最大的幸福 收藏家最大的幸福 就是你一直觉得 你家里的厨房里面 有一个几千万的话 其实他是讲的 但是你一大事 都觉得他是真的 这人生多美好 但是我觉得 真正高端的藏家 应该还是有共识吧 对谁家有什么东西 是真东西 讲东西 对吧 还不至于会发生 多大的笑话 也有大笑话 曾经这个大笑话 在纽约闹得全世界都讲 接着为您播出 健康新概念 他就是王继签 是不是 王继心图 戏案图 对对动员